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简报节目 经用我们将带来三则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美国海军计划与韩国和日本合作生产战舰 这一动作可能会增加中国对这一三边伙伴关系的警惕 接着我们将转向香港 当地的铁路迷为了庆祝地铁公司成立45周年 而排队购买限量版模型火车 最后我们将讨论鸿海紧张局势 如何为中国的货船公司带来机遇 尽管其他国家的货运巨头选择绕道而行 中国船只却勇敢地航行于此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 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每一次微妙变化 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从美国海军与南韩日本的造船合作 到香港铁路迷对限量版模型火车的热情 再到中国货船在鸿海紧张局势中的潜在收益 这些故事不仅彰显了全球化的复杂性 也展现了人类对于进步、记忆和安全的不懈追求 《南华早报》报导了美国海军计划 与南韩和日本共同生产军舰的消息 这一动作可能会加剧中国对于这一三边伙伴关系的警惕 美国海军部长卡洛斯·德·达洛斯·德尔卡洛斯 得了让南韩和日本的造船厂组装某些军舰 以提高国内生产率的意愿 这一计划在中国持续争取全球造船主导地位的同时提出 美国海军则寻求与盟友合作 以增强其商业和军事造船能力 在另一方面 《南华早报》也带来了一个温馨的故事 讲述了香港铁路迷为了购买限量版模型火车而排队的情景 这是为了庆祝香港地铁公司成立45周年 而举办的站台铁路之旅展览的一部分 展览在红看站举行将持续到年底 展出了三辆历史悠久的火车头 包括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第一代黄头电动列车 铁路迷们表示他们对火车的热情为他们赢得了朋友 并且他们希望将这些记忆传递给下一代 来在更为延距的国际舞台上 日经亚洲报道了中国货船在红海紧张局势中 可能获得的潜在收益 随助伊朗最近直接攻击以色列 运输公司担心野门湖塞叛军 可能会加大对经过红海的船只的攻击力度 湖塞叛军以导弹、无人机和快艇攻击 他们认为以希塔船只有联系的船只 像马斯基这样的航运巨头 已经停止穿越红海选择绕道而行 然而中国的航运公司却冒险进入这些动荡的水域 过去六个月通过苏伊士运河 并停塌在中国港口的中国船只数量 比前六个月增加了73% 这三个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 全球化时代的挑战与机遇 无论是在国际安全、地缘政治的大棋盘上 还是在个人对于记忆和传承的小小追求中 我们都能看到人类对于更好未来的不懈努力 从海军的战略部署到铁路迷的热情收藏 再到航运公司在危机中寻找机遇 这些故事共同编织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全球化图景 在南非一个曾经因种族隔离制度而闻名于世的国家 2023年4月27日迎来了结束种族隔离30周年的纪念日 根据LGC的报道 这个从1948年持续到1994年的制度 严格按照辐射将人们分成不同的阶级 白人少数派居于最高阶层 尽管自那时以来南非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革 但种族不平等的宜序依然存在 在经济和空间上南非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世界银行在2022年将其列为最不平等的国家 10%的人口控制了80%的财富 黑人南非人家庭仍然只能获得国家经济增长的一小部分收益 虽然在法律和政治上发生了许多变化 但种族隔离的经济和空间遗产仍然存在 黑人南非人仍然面临贫困 失业和获得优质教育 住房和基本设施的挑战 政府已经努力通过提供低收入者的补贴住房等措施 来解决这些不平等问题 但要实现对所有南非人的经济和社会正义 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另一方面 在远离非洲大陆的日本 随著COVID-19恐惧的减轻 NK医生报道称 日本的黄金周假期已经开始 火车站和机场迎来了旅游高峰 尽管日元贬值 使得海外旅行变得更加昂贵 但国内航班的数量几乎与去年持平 国际航班较去年增加了约20% 铁路服务的预定量 也较去年和疫情前的水平有所增加 预计5月3日和6日将是客流高峰期 这一情况反映出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疫情限制后 人们对于旅行和探索的渴望仍然强烈 在国际关系方面 中美之间的一项有趣的互动 是通过所谓的熊猫外交 根据Seltina Moring Post报道 中国将通过将一对大熊猫 熊性的云川和雌性的星宝 送往圣地亚哥 这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在北京会面后不久宣布的 这次移交是中国大熊猫外交计划的一部分 旨在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今年早些时候 与旧金山的一个动物园 结束了类似的租赁协议 并且据报道 与华盛顿的一个中心也在进行谈判 自1950年代以来 中国一家熊猫 作为加强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外交工具 这些故事 从南非的种族不平等一序 日本黄金洲期间的旅游热潮 到中美之间透过大熊猫展现的外交友好 展示了世界各地社会 文化和政治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挑战和故事 但通过这些交流和互动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的可能性 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 旅游业的未来正逐渐向东方倾斜 亚洲和中东地区成为了新的热点 南华早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到 相比于美国、现代旅客、尤其是年轻一代 更倾向于探索、向杜拜和新加坡这样的地方 这不仅因为这些地方拥有维护良好的主题公园 还因为在亚洲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旅行更加方便 且成本效益更高 作者强调 随助世界的变化、教育和其他领域 可能成为吸引亚洲和中东游客的新亮点 与此同时 作者在另一封信中提到 为了吸引国际游客并将城市打造成好客之城 香港需要改善基础设施和服务行业人员的态度 文章中提到 道路维护、美化大街小巷 以及需要一场魅力攻势来重新吸引游客 此外 作者还强调了游客在香港边境遭遇粗鲁对待的问题 文章认为作为一城市中英语使用的减少 文章认为作为一个国际城市 拥有熟练的英语使用者是必要的 并且应该更努力地提供英语翻译 在另一个角度BBC的报道揭示了一个更广泛的环境问题 与旅游业的未来息息相关 科学家们在德比大学开发了一套系统 可以诱导珊瑚在全年的白天时段产卵 鉴于珊瑚礁已惊人的速度被破坏 一些预测表明 由于气候变化 到2030年可能会有90%的珊瑚礁消失 德比大学的团队希望通步培育 更能抵抗气候变化和疾病的珊瑚 来帮助保护和恢复珊瑚礁 珊瑚礁是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 它们支持了三分之一的海洋物种 并为许多沿海社区提供食物和保护 而在《日本时报》的一篇报道中 日本面临着人口下降的严峻挑战 并有40%的日本市政面临消失的风险 政府一直在努力通过 针对低出生率和东京过度集中的问题 来进行单预 但进展缓慢 出生数量持续下降 人口向东京迁移的趋势令人担忧 从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 无论是旅游业的发展 还是环境保护和人口问题 亚洲和中东地区都在面临着 重大的转变和挑战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住当地社区的生活 也对全球有助深远的影响 随住时间的推移 这些地区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将决定他们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 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当今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 从英国保守党的巨我反思 到时尚设计师的生活哲学 再到美中两国之间的外交对话 我们可以参照一个共通的主题 变革与调试 电讯报上 World Trust的文章强调了英国保守党面临的挑战 和重建的必要性 和安妮亦马克同一报纸上分享的周末生活方式 则提醒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 寻找平衡的重要性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对话 如美联社所报导 则凸显了在全球化背景下 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持续沟通的重要性 首先电讯报上的文章提出英国保守党面临的三大问题 经济 政府运作和价值观 并建议透过重建围绕核心原则的意识形态 一致心来解决这些问题 前保守党议员Suzangweiro提出四大核心原则 国家自由 传播自由 传播自由 经济自由和言论自由 他认为保守党是实现这一计划的天然在体 但必须要求其候选人坚守这些核心原则 同样在电讯报上 时尚设计师Yaniel Thimba他的理想周末 他选择在威尔特郡的小屋中 慢慢醒来与家人共度时光 他的生活方式强调了休息和下班时间 对于恢复和规划的重要性 Yaniel Thimba的生活哲学提醒我们 在追求时尚和工作成就的同时 不要忘记生活的质量和与家人共度的时光 在国际关系方面 美联社报答了美国国务卿 Anthony Blinken访问中国的情话 尽管美中在多数问题上存在分歧 但双方仍然保持对话 Blinken的访问强调了跨文化交流和理解的重要性 同时也指出了双方在电动汽车过度生产 支持俄罗斯防御产业等问题上的分歧 这次访问凸显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即使面对分歧 持续沟通和寻求共识的重要性 从这些不同领域的故事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讯息 无论是在政治、生活还是国际关系中 变革与调适都是不可避免的 英国保守党的自我反思 Anthony Hintmark的生活哲学 以及美中两国之间的对话 都在提醒我们面对挑战时 需要有适应和变革的勇气和智慧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国家层面 持续进步和发展都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 调整和创新 在全球范围内 各种事件凸显出食品安全 社会治安、财害管理的重要性 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R 对印度香料地检查到 香港警方对针对少数族裔居民的 破坏性行为的逮捕 再到尼泊尔因雷基死亡人数激增 而引起的对安全避难所 和更好预报的呼吁 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 一幅全球社会面临的挑战途径 根据Yahoo!US的报道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R 正在收集有关印度香料制造商 MDH Everest的更多信息 此举是因为香港暂停销售 这些公司的部分产品 原因是它们被止癌农药 新加坡也下令回收 Everest香料混合物 声称其含有高浓度的乙烯氧化物 这种物质不适合人类使用 长期暴露还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 这一事件凸显了 全球食品供应链中的安全点关 以及国际间在食品安全的差异 在香港一名23岁的男子 因涉嫌针对少数族裔居民 进行一系列破坏性行为和骚扰 而被逮捕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这名嫌疑人被指控在受害者的公寓外 留下人类排泄物和垃圾 并从上方向在小区游乐场 玩耍的额头投掷装满水的袋子 调查显示 嫌疑人对少数族裔居民怀有个人恨意 警方已经加强了小区的巡逻 并与居民接触 以解决任何安全顾虑 这一事件凸显了城市中种族歧视 和社会矛盾的存在 并呼吁社会需要更多的包容与理解 在尼泊尔 由于雷基导致的死亡人数激增 这引起了对建立安全避难所 和改善天气预报的呼吁 南华早报报道称 从2019年到2023年间 尼泊尔有360人因雷基死亡 这一数据超过了 该国雨季期间发生的年度 洪水死亡人数 一项最近的研究发现 2016年至2020年间 尼泊尔经历了超过100万次雷基 雷基活动在3月至8月间最为常见 尽管雷基在南部边境地区更为频繁 但中部地区的伤亡人数更高 雷基对贫困社区的影响尤为严重 尤其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农业工人 尼泊尔目前缺乏必要的技术 来实现雷基早期预警系统 虽然水文和气象部门在2017年 在各个机场安装了9个雷基检测站 但这些检测站后来因机场无线电频率的干扰 而被移到附近地区 并自2022年以来停止运作 这些事件共同揭示了全球范围内在食品安全 社会治安和自然灾害管理方面的挑战 他们凸显了国际合作 技术创新和社会包容的重要性 以及面对全球性问题时 各国和社会需要共同努力的迫切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refin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